我说您还是太抬举他了 他这样当助理都不合格 不 真的 咋了呢 咋不合格 你怎么不说把我那粉饼还给我撤了呢 再说我带你去那些 我说想让你认识一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哪个不比你朋友强 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想跟他们交流 你看你就是不上级 你跟人家搭个话就搭上了呗 那我那次跟你说 我说我自己去聚会 你怎么也不让我去呢 那都什么狐朋狗友 往大排档一坐 然后吃那垃圾食品 然后在那还打野 打野上 打野上 打野怎么不上呢 看你一向打野 你的朋友就游秀 我的朋友就啥也不是 我就问你 你跟他们是怎么着 是能整个工作呀 还是你能获得到什么 你什么都得不到 那我们兄弟们出去 那就是那点事 那还能干什么呀 那所以你要远离 你那些兄弟和朋友啊 你就不能和正常点的人交往 不是 如齐老师也打野 对吧 打个游戏嘛 大学男生在一起 对吧 吃个大排档 打一会儿 然后各自吩咐前程 不是挺好的吗 咋不行呢 我正常的交友 他都给我屏蔽了 你愿意呗 你就不反抗个啥的 跑啊兄弟 大肠腿跑 我跟他吵来着 就不管用 后来我就想着 我自己就是也找工作嘛 有的面试其实还挺好的 一回来到他这儿就是不行 要不然就是给的钱少 要不然就是离咱们住的地方远 反正就是什么理由都有 就是不能去 跟你开那么低 那你还不如去我朋友那儿呢 最起码人家还能关照一下你 你朋友 你永远都在说你朋友 那我就不能靠我自己吗 你靠上了吗 你靠上你自己什么 我在努力啊 你不让啊 现在咱俩十块钱 有九块钱是我出的 你现在不要跟我这么说话 你吃网硬了是吧 那我之前也找到好工作了呀 那不是你去把我追回来吗 你可别说是我把你追回来 我那是想跟你说清楚 就算咱俩分手也只有我跟你说分手 没有你跟我说分手 就那次我们俩 因为投简历什么的这种事大吵一架 然后我也特别生气 就因为那段时间 我正好有一个工作机会 是去北京的 好 本来还在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去啊 就想着他这个心动 去没去啊 我去了 好 后来一气之下 我就拎包我就去了 反正我也没跟他说一声 我工作了两礼拜 他追过来了 把我从公司楼上 然后薅下来大吵了一架 然后拿分手威胁我 说什么明天我下班之前 见不到你的身影 我们就什么再也不见 怎么怎么样的 那我没办法 我就又跟他回去了 这当天就回去了 当时就回去了 哎呦 你好歹拖到明天 那个点再去啊 哎呀你真是 他当时就可凶了 然后就说的 我就也有点懵 老师您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是自己 连招呼都不打 直接去北京了 我一天给你打三个电话 我抽空给你打 然后你不接 那我当时也生气啊 就是你现在连我电话 都敢不接了是吗 是这意思吗 我当时就是不想接 说得好 硬气点 而且我告诉你 就算分手又只有说 我说我跟你分手的份儿 没有你说你跟我分手的份儿 懂了吗 我们要是说了你怎么着吧 就是我跟他分手 根本就分不了 我也跟他提过 然后我也走 兄弟你想不想分 你先告诉我 你想不想分 没有走不掉的 听不下去了 就我走到哪 还追到哪 不是主要是你没有脑子的 你跑到那地方 我都能找到你 况且我就是想说 你给我个说法 你别在这儿不明不白的 反正就大不了 就是一忍嘛 就就过来了 忍 从北京回来了以后 人家就说 你这什么都干不了 怎么怎么样的 那你就在家给我做饭吧 你做饭你做明白了吗 然后我就变成家庭主夫了 他每天出去工作 我每天在家给他做饭 洗衣服 我都说了 你要不想做饭 我可以点外卖 那你这锅者明白了吗 我早上五点我就要出去 我工作完 我下班九点 然后我十点 将近十点我到家 然后我看人家打王者 那我不每天都做得挺好的吗 我就那一次 我看人家打游戏 我就那一次没做好 你还问我几次 我那次是身体不舒服那天 然后我就说 那我打会儿游戏 等会儿他吧 我说等他回来一起点外卖 俩人一起吃饭 结果人家回来以后 一看我打游戏呢 就直接拽着我 把我手机给摔了 直接给我痛骂一顿 说就是怎么不做饭呀 什么每天白养你 怎么乱七八糟的 本来就是你自己动动脑子 我回家是不是想吃一口热乎的 然后你就不能把外卖先点了 等我回来之后你热一下吗 不要让我看到 那个餐桌上什么都没有 他当时不舒服 他哪儿不舒服啊 他说了他不舒服 不舒服打游戏 打游戏是要吗 行吧 反正那天也就那么着过去了 人家点了人家自己的外卖 让我看着 我这是要气吐血你知道吗 就后来也就又过去了嘛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我的钱给咱俩点外卖 但是如果你要说在那打游戏 不管我的话 那只有我自己吃的 没有你吃的 行 我的生活的全部 就只能你支配 你就说你自己哪件事做好过吧 我做好的你都看不到 你的眼睛都是朝天长的 举例子 举例子 比如 我游戏打得挺好的 你游戏就要打得好 我身边比你打得好的人多了去了 我不跟你扯这个了 老师每次他就是觉得自己没理的时候 他就说不跟我扯这个 然后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让着你 反正 后来就他就觉得我连个饭都做不了 然后人家就开始让我 就是每天跟着他 干啥 又沦为保镖 沦为保姆了 就是拎包打水 就这种角色 就是跟着我工作 因为我是做活动执行的 然后可能会对接客户 然后包括说跑一下现场 然后盯一下搭建什么的 我弱弱地问一句 就是您一个月这个 到底能挣多少钱 我兼职 就主业加副业 就是大概的话 平均一个月 1.5个左右 1.5亿 1.5万左右 他给你开工资吗 不开 你做我助理 我给你开工资 我保证不说你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他确实不好老师 你用我那样就知道了 我愿意 我愿意 8小时工作 朝九晚五 该下班下班 这个唯唯诺诺的 你父母见过他吗 见过 喜欢吗 反正评价中等吧 也没有说特别不好 你见过人家父母了吧 没有呢 就是他见过我妈了 本来我们俩谈的是说 我跟他一起回去见我妈 然后结果他说 他过两天有工作 然后就自己私自订了机票 然后直接通知我妈 让我妈过去跟他见面 然后他订好饭店 直接去了之后 都不让我妈说话 他自己在那呆呆呆说一通 特别不尊重我妈 这种感觉 首先你去说 我跟你一块回山西 我拒绝了 我说我有工作对吧 第二点 不要说我不尊重你母亲 我给他订的专车 然后给他订的头等舱对吧 酒店我也在咱们 承受范围之内 我订的最好的 我怎么算尊重啊 我非得抱一个鸡 把你妈妈接过来是吗